Hello 大家好 我是David老师 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学习与求职辅导系列讲座 今天我们主要有两个内容 首先还是非常高兴我们同学找到了工作 成功求职 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谢Terry同学一会儿给我们做经验分享 然后我们第二部分 正好我们这是年前 我一直在做一个系列的关于学习和求职的 特别是求职的一个系列讲座 今天也是我们的最后一讲 interview第三部分 当然以后我是说这一个系列 那么以后我们还会在不时的根据学生的情况 我们再做一些interview方面的讲座 非常感谢Terry 那你现在把时间交给你 这个因为我知道时间比较匆忙 所以呢我这个列了几个这个几下 你不用按照我这个 你就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思路 那好 请你讲 好 谢谢 谢谢David老师 我是在 那我的education background是 我是学了continent的 然后也就不是IT background 也是认识了一些朋友和老师 然后他觉得这一行比较前景比较好 就其实和continent比起了 所以 还有一个说我有人是在那个澳大利亚 然后因为这边想留下来的话之前设continent是比较比较 popular 然后对 然后就是自己学的时候是也是一开始也是很摸不着头脑 就觉得这个tool比方说啊说做数据分析的话做tablo 就很好 就很有用 然后就去上上课 然后买点那个在YouTube或者Udemy 像看看那个tablo的视频 然后又听说啊Power BI不错 然后再去看看Power BI 然后再去看看SQL啊这些 然后整体下来就是觉得 在这样学的话会觉得 一直没有一个big picture 就觉得就是然后technical方面其实上那些课也没有一个很好的 怎么说practical experience 他那个基本上都是一些那个知识点 就他能把知识点给你讲得非常细 但是你真正一上手的话要解决一个business business law 一个requirement给出solution的时候 就会还是觉得这个中间还是有knowledge gap 这一次的这个面试的话 我觉得也是和因为疫情下的这个 job market有关 就是整体都很缺人 包括IT行业 其实我觉得好像最缺的就是IT行业 我有一些朋友就是工资也跳得很快 所以我还是想抓住这个机会 在这个时候去找一下工作 所以我才说是联系了那个杨老师 David老师然后去报了这个课程 然后因为我本来的打算是就是从2月份开始 这边job market重新开 然后那个职位也比较多的时候 那个时候开始申请 但是正好有这个机会 所以就也去这个面试 然后面试的情况是比较不是特别formal 就是打了两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就是和data leader 那和他面试的情况 我就去准备的时候 我就先去他的那个linkedin下面看他的background 就是因为你和就是 其实和business的人面试 就是我想知道他是偏business的还是他是偏technical的 因为你和他们说的东西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就去看一下 我觉得工作他应该是处于比较high level的leader 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和他讲一些太偏technical方面的东西 所以我更多的是 然后第二点是了解这个方 这个position 他是一个power BI developer的position 所以我就去从power BI迁入 然后去给他讲一些比较宏观的东西 大谈某动应该怎么做 然后start schema这些 然后但不需要特别深入到 我到底怎么去用我的power query 我怎么去用我的dex 这是第一个面试 然后第二个面试 他是让他team里面现在做power BI的人 然后和我沟通了一下 就是相当于一个技术面 然后这个里面他就会 他问了我一个比较偏技术的问题 就是在power BI里面怎么实现dynamic measure 然后结果当时听下来我也不太清楚dynamic measure 是应该怎么做的 但是我就给他说了一下 我还是有给他一个思路 但是最后还不是他想说的那个 然后但是我强调的跟他说的一点 就是说他我觉得technical方面的东西都是你可以google 然后学下来的 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你的modal做的那个好不好 就是尤其是David老师讲的那一块 他在data warehouse里面有很多相关的knowledge 这一块 所以这个还是通过的 然后中间等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去申请这个budget 因为他本来我想要的薪资超过他的budget 所以我本来都不抱希望了 但是后来他又给我打一个电话还是给了我这个offer 对 基本上是这么个情况 这个感谢这个Terry跟我们做这个分享 实际上大家也看到 其实Terry是应该是去年10月份 来参加我们整个这个课程体系的学习 但是Terry实际上这个已经有了这个一些做数据分析这方面的经验 只是刚才强调一点特别重要 就是说这个技术上的掌握呢就是一般来讲 比方说如果我们自己在网上 我想去Power BI了或者想去Table了 真的网上有无数的课程 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个学员来到我们这里来学习 最重要的一点就像刚才这个Terry提到 实际上大家缺一个就是说overview的这样的一个picture 那么也就是说你这个为什么我们叫well rounded 你是个全方位的特别重要的就是说你的business sense 或者是你的domain knowledge 包括你的一些soft skill 实际上这些东西是这门课程 也就是我们设计这个课程可以帮助大家能够快速 或者是有一些像这个Terry也提到 他过去是这个accountant 那么我们的学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背景 我在这个第一讲在讲这个职业规划的时候 我也提到我们的学员遍布这个世界各地 可以这么来讲 然后呢这个从事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教育背景 各式各样 那么如果要想转行 或者是再跳一个这个level 做这个数据分析 或者是BI developer方面的工作的话呢 实际上你是要有全方位的一个一个这个怎么讲就是培训 你就说你要把这个整个作为数据分析这个行业需要的知识和他的这个business 包括这个所谓的一些行业的知识要结合起来 所以这是这个重点所在 那么我给大家这个归纳了一下 包括刚才结合这个Terry 包括我们之前很多找到工作的这个学员 那么大家如果要想这个找数据分析师方面的工作 我刚才说数据分析师也可以是BI这个方向都可以 今天的最后我会再把我们这个跟这个数据分析师相关的工作职位 再跟大家说一下 就像刚才我们Terry提到 他的这个职位呢 实际上是叫Power BI developer 实际上都是属于Data Analytics的范畴 那么如果你想学习了这个 或者是想从事这个数据分析这个职业 你其实参加到这样的一个课程体系 我们说首先是这个当然肯定得要学习一些course 比方说我们这里头有这个Data Base 这个Data Warehouse SECO 刚才Terry也提到 那实际上我们特别是在你从事数据分析工作的话 你整个这个数据架构和这个数据的流程 你一定要了解 也就是说你的数据从哪来 中间数据要经过哪些整合 哪些处理 然后最终数据又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呈现 对吧 实际上 Terry的这个Power BI的这个工作呢 实际上相对来讲 作为数据分析的这个Life Cycle来讲 它是偏后了 那也就是说 我不知道你在具体的工作当中 你现在这个 我不知道你开始工作没有 就是说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你数据是由其他的团队来准备或者是你你的团队的其他人来准备 还是你得需要做很多的这个数据准备的工作 Terry 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我还没有去那边 我下周去 但是我现在其实也是一个类似Power BI的工作 或者叫Reporting Analyst 然后我觉得现在就是在澳大利亚还 因为我在的公司都不是规模特别小的 都是比较大的一些公司 然后但是还是感觉在数据方面还没有特别成熟 尤其是我现在在的这个团队里面 我要做一个Report的话 我是不太有能一个Data Data Point的Technical 去告诉我这个数据 它能帮我准备好 而是要我自己从 自己从Rawed Data里面把它做Cleaning 然后把它Output到 就是一个成一个Fact Table或者Dimension Table 都是需要我自己来做 然后有时候会用R 但是我现在觉得R的话 用Coding来做 这个有一些就是Handover上会有很多问题 然后但我觉得现在用Power BI Data Flow的话会比较好 然后就是很Case by Case 对但是从一个宏观来说都是需要我自己来做的 好的好的非常好 实际上这样的话是非常锻炼的 好那我们在讲到这个数据Life Cycle的时候 我一直提到实际上作为一个成熟的一个团队的话 一般来讲这个数据要有专门的ETL的一个Process 而且肯定都是Automation的对吧 就是全部都是自动化的 我们不可能这个每天Manually的 那有一些AdHoc的一些工作 可能我们需要到这个Data Source 找一些这个数据 然后我们比方说把它漏到Power BI 然后我们可能再需要这个Data Model等等等等 但是一个规范的一个这个数据团队 或者是一个这个像我们的团队叫这个Business Intelligence 叫BI团队 那么我们都是要做大量的ETL的工作 实际上数据的这个处理和整合 这个在之前都是要有很多的solution 那么实际上到Power BI或者是到Tableau这一层面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会做一些简单的 比方说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我们那个项目当中 我们的数据实际上是存储在Microsoft SQL Server上 但是我想通过Power BI或者是Tableau 那么我想把这个数据这个拿进来 做报表的话 做Desperate的话 虽然有很多工作 我们可以是在SQL Server 就是在Data Base那一块 我们就把数据 比方说我们是这个Start Schema 或者是有些根据情况 Snow Flick Schema Five Table Dimension Table 我们创建好了以后 但是我们为了报表的这个方便 有的时候我们反倒在这个Data Base那一块 在创建一些View 或者是一些这个我们说专用的一些Data Set 然后这样的话会提高你的这个很多的效率 但是这里就有很多种方法 这个数据的这个流动 所以这是我刚才这个问到这块 所以我们说这个 你这个整个的对于数据的理解 包括数据的流动的理解是尤为重要的 所以这里头我们第一点就说 大家如果想从事数据分析师的工作的话 那你一定要这个学一些相关的一些课程 那么这些课程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可以看作是你的这个Hard Skill 或者我们说Technical Skill 当然我们的课程当中我在介绍的时候 都是结合一些Business上的一些东西 这也就是刚才Terry提到的 那么我们在网上 比方说你是学Power BI 他可能给你讲的非常细 每一个知识点讲的很细 但是讲完了以后 你到具体的工作当中 你怎么来去用这个东西 对不对 或者你怎么样能想起来 在这个地方用这样的一个图 或者是一个技术来实现 那这就涉及到这个业务需求 刚才Terry也提 而且在我的课程当中 在我们这个数据这门课程当中 我一直强调 特别是你越往这个高的来过走 你的这个Business上的东西 你一定要这个更熟悉一些 或者是更深入一些 这样的话才能够辅助你 能够这个提供很好的 我们说技术上的解决方案 所以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企业级的项目 这是我在我们这个求职系列讲座 第二讲在讲工作经验的时候 也跟大家提到 那么特别是我们有很多学员 比方说像我们多大的 像这个数学系和这个统计系 双专业的这个大学毕业生 那么实际上你说它的技术 对吧 它的这个技术它在多大 已经学了很多 对吧 但是呢 这种业务上的这个熟练程度 包括对这个真正公司这种 这个怎么来执行 比方说有一个业务需求 到最后你提供这个通过分析 通过实施 怎么样来实施 这么样一个这个解决方案 这是大家缺乏的 所以在我们的课程体系当中 我们非常看重的就是这个 企业级的这个项目 所谓的这个项目 它实际上就涉及到这几方面的东西 一个呢就是 Domain 这个也就是行业 或者是我们叫Industry 对吧 你这个行业 比方说我们这个项目是以通讯为背景 对吧 那你没关系 如果你找银行方面也没关系的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可以transfer 那至少就说 他知道你在这样的某一个背景下 你完成了这样的一些项目 那么通过这个项目的话 你要肯定要用到一些 我们说技术也好 或者是工具也好 对不对 同时我这块后面写到这种AGL 它实际上是一个管理的一个方法 实际上就是这个PMP这一块 这个所以AGL是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 采用的这种这个模式 那你就知道怎么样 你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在一个团队当中 然后你怎么样去和其他的角色去沟通 比方说stakeholder 或者是你的这个我们说business analyst 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是很关键 所以这一块也是我们很多同学 在求职的时候 能够真真真正的 这个会写出一两个故事来 去展示给你的面试者 这是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么当然了 你的这个简历和这个Cowlletter 这个要有针对性 我们在这个之前的讲座当中 我也都讲过了 那么然后就是我们这个面试了 对吧 面试的话 刚才Terry也提到这个几点 就是说要去到LinkedInk上去找 这个相关的面试你的这个人的一些信息 这个很重要 那么包括我们在讲的时候 给大家分享的时候 就你对这个公司 你也要有所了解 对这个职位 你也要更是要这个有所了解 这样你准备充分的话 那么你才面试的时候 你才能够自信 然后你回答的问题的时候 你也会回答的很好 最后当然就拿到offer了 而且Terry也提到 这个拿到这个offer 要比这个预期的还要高一些 那今天在这个 我们今天在这个interview最后一部分 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简单介绍一下 数据分析师或者BI developer 他的一个薪资的一个范畴 这样也供大家有一些参考 那么再一次感谢这个这个Terry 也这个祝贺你 也希望你在新的工作岗位当中 这个越做越顺利 等以后这个工作一段时间 如果有机会有时间 也非常欢迎你回来 再给我们介绍 你是怎么样来使用Power BI 跟哪些数据来进行结合 等等 跟我们带来新的分享 谢谢你 谢谢David老师